好了,回來了,講主題 主題是什麼呢? 現在你看看香港媒體的輿論 已經成功做到一個勢 社會面上很多人都好像支持輸入外勞 當然他們在立法會,有一群人也搞了一個 沒有約束力的議案 香港立法會整個沒有約束力的議案 通過了輸入外勞 我看到其實很緊張 現在香港的環境 我們之前在節目中也有說過 老闆很想輸入外勞 很想把某些人的薪金壓低 打工仔現在在另一個局面 正在掙扎,有部份被人採了出來 我認為有些老闆根本是覺得贏了 他們根本就是... 現在這樣,不如看看能不能輸入外勞 本地人的薪金很高,就扔掉了 現在有些老闆是... 無量的,可以說是無量的 那麼... 香港本土人的利益呢? 有些人會說,你要說本土? 我們要說本地吧 香港本地人 其實... 現在是有點奶奶的 有些人就說,我這樣的情況 不如移民去做BNO 這我就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因為輸入外勞,你自己去做BNO 這根本就不太合理 有些人現在在說這些 那我也要說,這些是愚蠢的 因為你自己去做外勞 你是反對輸入外勞 但是你自己去別人做外勞 這是不對數的 這是不對數的 那麼... WSS 說沒有了聲音 不是的,應該有聲音 其實應該有聲音 不會沒有聲音 現在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商界的影響力很大 在議會上,他們可以同聲同氣 你說勞工界,工聯會會不會出來幫勞工說 只有工聯會一部份的議員出來說 但是他們會不會說反對輸入外勞 他們好像是沒有的 那麼... 現在就沒有聲音 我不是反對輸入外勞,我一定要說 但是呢 現在的環境不是贊成和反對輸入外勞那麼簡單 不是贊成和反對那麼簡單 其實有些事情是要討論 就像之前那樣 我也說過 又說回簡約公屋那件事 簡約公屋 其實現在是牽一發動全身的 為什麼說牽一發動全身呢? 原來呢 就是簡約公屋有些地方的選址 本來就是拍旅遊巴的 那麼... 現在那些拍旅遊巴的地方是沒得拍的呢? 那些做旅遊巴的人原來就要... 放一些車子在對面海 放一些車子在對面海那怎麼辦呢? 原來又有另一件事又是牽一發動全身就是... 就是三稅分流 三稅分流呢... 原來有些做旅遊巴的人 本來就不用過海 接著要建簡約公屋 變成要過海 接著又要再加多一項隧道費 平時呢 就是要來回港狗幾次的 可能之前最初不用 最初那些車子都在港島那邊的 但是之後有遊客生意 可能又要不斷過海的 旅遊巴過海 其實最便宜的都是走紅稅的 現在紅稅的價錢 有些說法就是會升五倍 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政策牽一發動全身 那麼... 你輸入外勞 這件事 不是贊成和不贊成這麼簡單 但是我經常都說 有太多東西牽一發動全身 那麼這次就... 很嚴重 為什麼我說這次很嚴重呢? 就是現在... 那些媒體... 應該我看得到大部分都是... 就是有很多篇幅 就是去說為什麼要輸入外勞 其實要輸入外勞 誰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香港不夠人 但是問題就是你怎麼做 其實一向... 都是要經過勞工顧問委員會的 但是現在... 政府拿出來的方案呢 其實就是說... 不用經過勞工顧會的 某些項目是... 就是之前是拿了一些... 方案出來的了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覺得很嚴重了 你不經過勞工顧會的話呢 實際上... 會有什麼呢? 會不會說... 政府一定把關的 一定不會損害香港工人的利益 那這個我也沒辦法相信 如果你是會保障香港工人的利益 為什麼不經勞工顧會做呢? 那修批要就是保護本地工人 其實... 香港一直都會有一個問題 你說跟大灣區融合 完全融合是很難很難的事 我經常都說... 其實2018年我已經說了 大灣區那裡是要融合的 這是事實 是要廣泛地融合 但是還是要有些區隔 為什麼要有些區隔? 因為你本身... 兩個地方人工的距離是很大的 這是現實的 社會制度也不一樣 所以你大規模融合是要做的 但是... 你適度區隔的事情也要做的 我不是說一定在國內請外勞 不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的外勞根本就不在國內來的 現實就是 就是外勞的問題 現在有些人說 那最有效的當然是... 哪一種便宜哪一種 你看新加坡也是這樣 老實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新加坡呢 如果大家比較 大家都是比較 由八十年代到現在才算 起飛都是七八十年代起飛到現在 新加坡 他們一般人 在社會分享到 經濟增長 是比香港人多的 香港很多的有錢人 是霸佔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的 這是現實來的 你不可以說 要工人犧牲的時候 你就跟新加坡相比 工人跟你說要分享 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的時候 你就會說不,香港是特別的 整件事是不適合的 整件事是不適合的 好了 拖得車說 國內都要請南亞人做地盤 國內人怎麼會跟你做地盤 問題就是... 輸入外勞不是不行的 我也經常說,輸入外勞是可以的 但是... 你一定要... 照顧到本地人 如果你說輸入外勞 我只是暫時的 你暫時輸入外勞 那... 之後你只要趕走一些外勞 你之後要用本地人 那你就要有一個計劃才行 你要培訓多少本地工人 你要有計劃才行 有沒有這樣的計劃?沒有 是沒有計劃的 好了 河虎就說 現在政府太過分了 人才走 就說 搶人才 沒有人手 什麼都不管 請外勞 一刀切亂來 如果經勞顧會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不會這麼生氣的 其實... 現在有很多人是... 生氣 但是不敢說 為什麼不敢說出來呢? 因為很快就會有人出來說 你不支持輸入外勞 就是反中亂說 他們一定會上綱上線的 你不支持輸入外勞 就是危害國家安全 就像上次... 這個... 簡約公屋在啟德搞的那件事一樣 你不支持在啟德搞的 就是你涼薄 你賤格 你下流 你無恥 那現在... 你看一下市面上的媒體老闆也好 那些大老闆也好 不行了 現在經濟不行了 經濟不行了 請不到人 請不到人 請不到人要什麼呢? 要請外勞解決 他一開始就已經想著要請外勞 為什麼要請外勞 本地工人不肯做 為什麼本地工人不肯做呢? 因為這些工作本地工人不肯 我出到幾皮東西去洗碗也沒有人去 是嗎? 真的嗎? 蛤? 你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喏 你說要反政府 我就覺得不用 有什麼意思 有什麼意思 但是... 如果你要跳過勞僱會 這樣... 其實... 行不行? 其實已經試過了 其實你跳過勞僱會真的不太好 其實... 有些事情都是應該... 我認為... 跟隨一個程序去做 我的看法 好了,Levioli說 相對外勞 香港本地中下層僱員人 功高又多聲氣 那些僱主當然是想用外勞 又是貫徹香港各界 話事人高到肥上瘦下的趨勢 其實... 肥上瘦下 每個社會都有一些 但是香港就太離譜了 其實... 我都... 沒辦法 都看不過眼 他們現在那些人出來說什麼 就是... 新加坡也是請外勞的 沒錯 新加坡也是請外勞 新加坡也請很多馬來西亞的外勞 這是事實來的 他們真的有這樣做 但是... 新加坡一般人 分享到 他們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 是分享得多過香港人 事實上是 香港人呢... 那些... 民資民膏 被那些有錢人... 差不多都撞了 你看看新加坡有沒有什麼大財閥 那些大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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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肥到蜜都穿不下 你看看新加坡有沒有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有沒有... 那些大財閥 控制了... 衣食住行的所有事情 那些事情 那些新加坡有沒有呢 你看看 那些... 有時候... 我覺得香港那些有錢人 做事要公道一些 就是... 現在你某程度上 可能我... 愛國者治港 你們是有好處的 有好處不要緊 我反對那些人有好處的 不要搞得這麼過份 真的不要搞得這麼過份 搞得這麼過份的話 又是... 製造麻煩的 其實是 喏 就是... 如果你說... 請外勞那些 我是不是反對 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完全反對請外勞的 就是有些行業 你在香港真的請不到人 你請外勞 這個是無可口非的 是... 應該做的 就是... 尤其是有些行業是影響到...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某些行業是影響到民生的 那... 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 就是... 我也要說有些事情 就是... 這個是... 我操錢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 是不是 那你應該做的事情 那... 是要做的 但是... 就算是應該做的事情 你也要跟進行程序去做的嘛 對不對 那... 強勝就說 新加坡對外勞非常非常刻薄 是 香港是不能做這件事情的 我也很坦白地跟大家說 香港... 做同一件事情呢 香港... 是會有很多問題的 你新加坡做就行 為什麼新加坡做就行 新加坡嚴格來說 它不是一個開放社會 你說... 哦...香港不是啦 香港現在也不是開放社會 香港現在有國安法 也不是開放社會 我就跟大家說不是 香港的資訊還是很流通的 香港... 你是很難去阻止別人 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的 新加坡可不可以這樣做? 新加坡是可以這樣做的 他們的政府是 新加坡不是沒有反對黨 他們有反對黨 但是問題就是 你支持反對黨的選區 很快就變成爛融融了 新加坡的做法是這樣的 就是... 當然你可以說 你這個人污衊新加坡 不是 你自己去看看 問問新加坡人 不是投給... 抓Feed那個黨的選區 你去看看 比較一下 真的爛很多 是兩件事情來的 那麼... 江山起來就說 外勞的優勢在於穩定 必然做滿一年 就算多辛苦 薪水低也會做滿 那麼... 問題就是 你應不應該 逼別人去做這些事情呢?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一個人... 即是我的看法 他出來做生意 他請人的時候 他出不了一個合理的人工去請人 其實他不應該做生意的 這是我的看法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好了 你說外勞有沒有好處 外勞不是沒有好處 外勞是有優點的 尤其是缺人的行業 其實有沒有需要請外勞 我認為有 但是... 已經有制度 勞固會 以及經勞固會去做 是不是? 拖得車說 現在... 政府沒有說一定會繞過勞固會 不是啊 拖得車你真的沒有留意 繞過勞固會 是他們的草案那裡 不過... 我也要說不過... 政府呢... 他也... 有說到一件事 就是... 就是... 你繞過勞固會的話 會破壞勞資官關係的 政府不是沒有說過的 喏 喏 不過呢... 就是... 勞福局長他的說法 就是... 是有可能 會繞過勞固會的 是有可能的 當然 代表工人的人一定是覺得 不應該繞過勞固會的了 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我跟工人代表是一樣的 你要先保障工人的權益 我的看法 好了... 強盛就說 新官時... 新加坡可以像監犯一樣對外勞 死了很多人都沒有公佈 是...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所以呢... 你要明白一件事 有些事情... 你香港呢... 是沒有辦法學到新加坡這樣 其實新加坡為什麼他們有一個優勢呢 就是... 他們... 那個地理位置是優越的 他們那個地理位置是可以捏住整個東亞的喉嚨的 那麼... 在那裡有美軍駐軍 有美軍駐軍就是怎麼樣呢? 我就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在那個地方呢... 他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開放社會 因為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開放社會 會怎麼樣呢? 美軍做的那些壞事就會揭露出來的 所以新加坡其實一直... 跟香港相比 其實... 都是有一個缺點的 就是新加坡 就是新加坡不是真的一個開放型的社會 而香港其實一直都是 那你說... 不是啊... 國安法把一些事情收緊了 國安法把某些事情收緊了 但是... 其實... 整體來說... 香港到現在我認為都是給新加坡自由的 我的看法 這個是我操淺的看法 那麼... 極端屁屁要得一針 就是會擾過 其實他們一早的說法 都是說會擾過的 因為他們拿出來的例子 是不經勞固會的 這個就是在... 那個... 應該是那些老人院那些 那些院舍那裡 輸入外勞呢 他們是... 之前是不用經勞固會的 之前是特殊的 為什麼是特殊呢? 那時候是疫情 那... 現在... 就是盧福局長 他就出來說 要... 就是... 用這個先例 再去其他行業 都做一樣的事情 WSS又說 這個世界根本沒有開放的社會 一切都是沒有的 其實不是 其實香港呢 其實一直都是... 開放型的社會 就算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你要掩蓋香港... 社會發生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 舉個例子 就是昨天好像... 在元朗那裡砍人 你... 可不可以完全不讓人傳播的訊息 是不行的 就是... 香港就是這樣 就是... 突然之間發生了一些事 那些媒體就立刻報 你... 新加坡不是這樣 新加坡也有突發的新聞 但是... 他就不會說 這裡砍人 那裡砍人 或者那裡死了很多外勞 他會就這樣出來報 他不會這樣 就是這樣 那麼... 那... 盧福局的表現 宣局長 拖得車 那麼他的表現有沒有問題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現在... 看到一件事就是... 社會輿論也是... 傾向於... 是... 支持無條件的輸入外勞 現在有人正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還會出來... 就是... 根本說 香港工人的利益就不用關注 那些事情了 已經開始有人說這些了 帕翁就說老人魚已經有外勞 因為他是特殊的情況 但是其實經勞顧會也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說真的 如果要請外勞的僱主 他經過勞僱會去請 都不是什麼問題 其實建築業一向都有外勞的 但是如果你說 要不經勞僱會 那我就有一個問號了 為什麼要不經勞僱會 是不是要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 在香港很難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 我也說過實話 有些人在不斷說 要有競爭力 但是... 香港的問題就是 其實一般工作人員 真的不太能分辨經濟增長的紅利 在過去一段多長的時間都是這樣的 這是現實的 何虎就說 要做工的都是老實人 輸入外勞也是欺負老實人 所以我們一定會為老實人發聲 起碼... 我不敢代表所有人 但是... 我自己一定會繼續說 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很妥的 Benz就說 嚴重傾側商界 我認為現在立法會很向商界傾斜 政府有了政策 就是討好商界為主 主力是討好商界 主力討好商界 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你在一個重商主義的地方 討好商界沒有問題 我也認為討好商界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顧及其他影響 因為... 香港的社會有一個明顯的趨勢 就是欺負老實人 這個社會 而特區政府 現在有很多拿出來的政策 都是向這個方向發展的 就是繼續欺負老實人 繼續肥上修下 從去年7月開始已經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一單 很多時候我們說話 不會一單是下一個結論 根本有太多事情 都是告訴大家 不是啊 這個政府真是跟老實人過不去的 現在是 那麼... 七彩賴尿蝦就說 吳三貴隱清兵日關 我又要說 外勞是不是像清兵一樣 會殺了普通平民老百姓呢? 我就告訴大家 也不會 但是... 你要令人覺得這件事情 是公道才行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現在打工仔 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申請的公屋 又爆了標 申請不到的 申請居屋呢 接著原來追過首期 又是很難追的 還有抽不到 白表基本上 長期都抽不到的 結果 有七千萬豪宅的人 就可以去買一間居屋 來路未 就是你看到這些事情 你生不生氣 一般香港人都會生氣 其實原來 現在的規矩 全部都是欺負老實人的 做老實人 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麼做老實人 你做什麼? 對不對? 喏 我長期這麼說 會被人起底 起底就是起底 我只是說現實而已 是不是? 好了 喏 我不是說 反對請外勞 我從來都不是 我是說 你也要顧及 勞工界的聲音 也要顧及 大家的關係 現在是愛國者治港 不是一部分人全贏了 愛國者治港要公道一點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說我講公道話 我都會被人搞的 那我就沒辦法 這個地方就很有嚴重的問題 有嚴重的問題 我不認為 我說的東西是有問題的 老實說 當然有些人說 你說話不適合聽 通常真話 很多人都不喜歡聽的 我又不會銷售市康這樣說 說這個政策真的好 大家要聽這個政策 喏 你看一下現在 香港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 我認為 行政會議 現在出了很多竅 都是屎竅來的 根本 就是令到 特區政府 之後會出了很多事情 極端端端要打針 就是有些無量固子 很混賤 那這個當然有 但是 問題就是 你也要看 在僱主的角度去看事情 為什麼我說 你也要看僱主的角度去看事情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沒有僱主就不會有僱員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也要看看僱主是做什麼 喏 如果有一部分的僱主是很無量的 你有良心的僱主 結果他們做事就會很辛苦 其實有些朋友跟我說 Raymond 你做老闆太蠢了 你經常想一些員工怎樣怎樣 你真是傻 要不要想 其他人也不會想 你考慮做什麼 如果你有些事情要長遠做 我認為是應該公道一點的 但是有些人當然不是這樣看 有些人就覺得 最重要是贏 最重要是贏 贏了 之後 不公道的事情 我就再捐些錢出來 那些事情就算了 但是這種做法 就會讓社會有其他問題出現 你說如果現在打正旗號是愛國者治港 你可以讓那些問題湧現出來嗎? 就是 看到有些問題也不出聲 是不是? 其實你之前說真的 香港有什麼壞事 你可以賴一下民主黨 他們那些人亂來 或者賴一下港獨有 他們反中亂說 搞到一鍋足而已 現在你不能賴 現在立法會裡面沒有反對黨 現在是 嚴格來說是沒有反對黨的 哈哈哈哈 你沒有反對黨的時候 你就不能賴 這些事情 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適合 才行 你不適合是很嚴重的 好了 好了 就是看你的 反正那些人都不知道 你就不要說那件事 你就任由他 但是 如果你看到這些問題 擺明之後一定會有後續問題 你也不出聲 其實就是 嚴格來說 我認為 是害了其他人 你一旦害了其他人 其實到最後 結果我又說了這個真話給你聽 到最後又是中央賣單的 就是 沒錯 現在有些人自稱愛國者 他們拿了一些政治利益 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很明顯有部分人是做一些壞事的 其實他們 會不會有人去找他們 就是叫他們去找錢 我告訴你 到最後 他們搞了一鍋足 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也是找中央的 其實就是 他們找中央 其實他們就是 現在他們那些 就是 有些 代言人的那些有錢人 那些人當然 自己想辦法如何賺多些錢 其實做生意的人 打算賺多些錢是沒有問題的 我一定要說回來 香港是一個商戶 你出盡 發佈賺多些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 你特區政府 其實有些事情是要做的 就是要 在適當的時候 你就要有些監管 就是讓別人賺的錢 都不能傷害到一般人的利益 其實就是 所以我告訴你 現在是很嚴重的 現在是 那 強姓就說 香港地產商 新世界和新鴻基 對建築工人比較好 成徐哥就真的差很遠 那 就是 他們在質量那裡 會反映得到的 有些事情 很老實說 有些事情我就算了 說真的 我不是說 反對商界 一定要說 也不是反對商人賺錢 而是 政府的政策 你就不能夠完全向商界的人傾斜 完全向商界傾斜 結果又是回去 回歸初期的時候 回歸初期 其實 有些事情說真的 我只能夠失誅交臂 我只能夠說 不過算了 有些事情我也免得數出來 但是 每一次 就是 當社會 有一些 就是 不斷罵特首的聲音 其實你留意每一次都是 不斷罵特首的聲音 社會有 之後 就會 有其他問題出現 其他問題出現的是什麼呢 就是突然之間 沒有罵特首的聲音 那些政策 就會變得 對某些人 是非常好處 你留意香港回歸之後的政治生態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老實說 我認為 跟媒體都是被有錢人操縱了 是有關的 是有關的 好了 那 算了 我說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那 這個話題不會就這樣結束 我會遲些會多說一些 不過來到這裡 就 要休息一會了 明天 神望第一線再跟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 拜拜 一會兒 他會不會 說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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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